俗女白天很多事 俗女晚上有親戚 幫你搞定 俗女家務事 男方的媽媽就把 新郎的姐姐給帶去了 就是大姑 孤單的姑 對不對 少必的少 很多要注意 比如蛋糕 就象徵我們一開始就希望圓滿 就一定要找一個有經驗的媒人 然後可以幫你化解 所有的這些尷尬 讓兩個人呢 很相愛的時候 當然最後呢 就是要往結婚這個目標來邁進 但你也知道 台灣就是很傳統的家庭也很多 所以不免俗 就是一定要走到提親這個步驟 那前一陣子就有一個網友分享 就想說 自己經濟的狀況也不錯 那一定要好好去提親 沒想到他提親的那一天 那個新娘子的媽媽 完全就是獅子大開口 先講大聘36萬 小聘18萬 要全部收下不退回 再來就是說 不好意思 我們女生沒有嫁妝 但是呢 所有結婚的費用 不好意思喔 都男方還出 結婚以後 女生賺的錢就是他自己的 那個喔 你結婚之後 男生賺的錢也要給女生管 一回家之後啊 那男方的爸爸媽媽 就覺得說 兒子好像 這個條件 將來會有一點辛苦 對好像有點太委屈了吧 就直接跟兒子說 你可能要有心理準備喔 爸爸媽媽媽可能不會去提親 所以整個 所以這件事情差點就 可能破局就對了 對啊 所以完全就是新人的喜悅 都毀掉了 不過講到這個提親啊 真的是個藝術 真的很多人啊 就是在談提親的時候啊 不管是這個聘金也好啊 什麼秉錢的 談這個過程 就已經不開心了 所以搞到最後 婚禮根本就是辦不成 所以依正哥你有聽過就是 或者還是你本人 在提親的時候 有沒有遇過 什麼困難 對啊 我真的覺得 你就不要求我了 大家大概都知道 其實我到五十歲才結婚 所以其實在最黃金時期 要有提親這檔事 對我來講根本不可能 好啊 我終於結婚了 結婚之後我太太 其實小我十五歲 三十多歲大概都是 男生 女生呢 其實最黃金 準備要結婚的時期 我就開始聽到很多 有些人準備進入結婚的一些 算趣事吧 或者是讓我感覺很訝異的事情 通常這個男女在交往 把男生先帶到家裡 比較少的事情 大部分人都是這樣 因為女生會比較不好意思 所以通常這個女婿跟岳父 岳母幾乎是沒見過 可能在提親這天 才是雙方家長見面 第一次見面 甚至是女婿第一次見到岳母家 來提親 這個女婿跟岳父一看 她們兩個之前認識嗎 完全不認識 但是就是因為在不認識的狀況之下 有一點點小爭吵 因為剛好就在提親的前幾天 男生下班很累了 坐在公車上面 其實他有一點點不舒服 後來公車下班的時間 人越來越多 突然就有一位老先生 年輕人看到老人家 她是不是要讓座一下 對 她就請她讓座 可是第一個 她心裡覺得 我又不是坐在博外座 對不對 她說對不起 我真的很累了 那我想休息一下 對不起 我沒辦法讓座給妳 老先生就開始教訓她了 那妳這個年輕人 怎麼這樣子呢 這麼不懂事 對 這麼不懂事 因為她老人家 就是必須要讓座 一針討之下 她的脾氣也來了 我真是不舒服 而且我坐的是正常的座 又不是博外座 妳為什麼憑什麼 我讓座給妳 兩個人就這樣一個 互相留下一個不好的印象 沒想到隔了幾天之後 當然能到女方家裡 一看 我的天啊 她沒有站起來 說來來來 我就給妳坐 背夫啊 她當場嚇得 我看沒有屁股跳樓 已經算不錯了 她直冒虛漢 所以雙方在提親的時候 有一點皮笑肉不笑 然後提出來一些條件 都是不置可否 好啦 我們再想想再怎麼樣 所以當場整個場面 都覺得奇怪了 不是事先大家雙方都已經溝通好了嗎 對 回去之後呢 除了雙方覺得納悶之外 第一個 這個男朋友 馬上一個電話 跟老婆 炙手這件事情 說對不起 我知道今天大家 氣氛不是很好 但我必須跟你講 為什麼 因為前兩天 我在公車上跟你爸爸 有一點點小爭取 這麼巧 就開始問 岳父有沒有喜歡什麼 趕快先問 立刻再隔了幾天 補上了 先請女方親友 幾個重要的親友 請吃飯 然後準備了一個 還不錯的禮物 特別給女朋友問一下 爸爸喜歡什麼 送了一個名牌的皮夾給爸爸 那所以就把這件事情給 所以後來還是搞定了 對 但當場這個提親的場合 那天就是有一個 不過這也代表 他跟岳父的緣分很深 很濃 就是一家人 要走進一個門的 是 可是呢 你知道其實呢 有說對方的爸爸 如果是軍人 那你最好要 正義凜然一下 椅子只能做三分之一 椅子類的對不對 今天先敬禮 但是呢 這個女的 就跟她男朋友講 我爸是軍人 那你來提親 你要這個 先奠奠一下自己的敬禮 你要他自己 他說 沒問題 要裝盡自強 沒問題 除變不驚 他說沒問題 他說其實至少我就是單親家庭 只有媽媽 沒有爸爸 所以我看到你的父親 就像我的父親 好啦 那看起來 一切都順風順水就去了 就去了之後呢 他媽媽也跟著去 單親嘛 就跟著他兒子一起去 然後一坐下來就說 未來的岳父大人 那你希望這個 我們的這個 提親的這樣的一個條件 是什麼呢 那這個父親就坐在那兒 他就說 沒事 小事 有規矩就好 那他媽媽一聽 好吧 那就照規矩也可以了 他爸就說 這太嚴肅了 我們先吃飯 我老婆在廚房 還有你未來的媳婦 應該也忙得差不多了 我們去端菜吧 我們就去了 去了之後呢 這位未來的岳父 就跑去酒櫃拿酒 但是 我們這位未來的女婿 去哪兒呢 我們這位女婿 已經坐在餐桌上 這不行 其實我跟各位講 正在我們這 新世代的立場 還好啦 其實也就這樣 年輕人嘛 對不對 這不行 這都沒禮貌啊 但是我們現在現場的 倒是有一點年紀了啦 何況他的父親 又是個退伍的 真的不行 據這位女婿的回憶 她說當時呢 她坐在那兒 她不覺得有任何問題 但岳父拿著酒 走過來的時候就這樣 本來是滿盤笑容嘛 對 我們一起喝一 怒火中燒 她就很生氣 她就把酒放在那邊 這酒啊 就是要跟志同道合的人喝 那女婿的杯子 都已經準備好了 準備好 岳父要到嘛 今天我自己喝就好了 氣氛就怪了 氣了 她就知道 尷尬 但沒有人做發生什麼事啊 連那個 我剛才講的這個 女婿這個 她自己還沒發現 出了什麼錯 男方的媽媽都滿腦子 還在想錢啊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有規矩到底是什麼規矩 接下來呢 吃完之後呢 這個岳父就正準備要站起來 往客廳走去的時候 對 女婿先站起來了 我吃飽了 站起來應該沒問題吧 沒問題耶 對啊 各位覺得我剛才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問題 椅子沒有靠進去 這對有一些 但有些人真的很在意 人很在意 還要對齊現 甚至有時候是自己吃完 要稍微把碗塊 假裝整理一下 然後放到那個GD 那沒關係嘛 沒有把椅子靠進去 岳父幫他靠 岳父就說 吃完飯也沒有把椅子靠進去 這誰坐的椅子啊 就這樣子 這麼大的 神氣了 不給面子耶 對 結果回到客廳之後呢 我們這位未來的 這個男朋友的媽媽 還是非常的天真的說 那請問一下 你們規矩 規矩是什麼 不好意思 是不是因為我剛剛 一時沒有馬上給您一個數字 所以惹您老人家生氣了 他就講 我說我在意的不是這個 你兒子呢是單親 我不在意 但單親也要有規矩 哪壺不開題哪壺 對 單親的小孩最在意什麼 對 人家說他擔心 對 他說岳父大人 可是瞧不起我沒有爸爸媽 兩邊就吵起來 吵一吵 打起來了 怎麼會知道這件事情呢 因為我們去的時候 我們不曉得這個婚後來有沒有結 對 我看是難了啦 都已經達到警察局了對不對 對 感覺爸爸的 爸爸的脾氣好像真的不是很好 因為家長的規矩 有的時候真的蠻難摸索的 因為畢竟每個人成長背景不一樣 然後要求的規矩標準不一樣 可是提親不能過中午這個規矩 我是不曉得啦 所以有些人沒有遵守也是踩到大忌了 沒錯 我自己曾經就有一個印象很深刻的案例 有一對情侶 那女生的話他們是家境很好 就是父母可能在台北市的精華地段都有致產 那男方的話可能就是比較一般的中產階級 爸爸當然是有點覺得 不是那麼門當戶 對 不過女兒竟然意象如此 就還是雙方的泡面 女兒愛到了沒辦法 對 那女方他們家裡算是比較重禮數的 那偏偏後來提親的那一天 男方跟他的家長就待了超過中午 那走了之後 當然這個爸爸就不高興啦 我本來就看你不是很順眼 你們又待過中午那是想要 然後台語想說 台語叫假道告這樣 就吃太久吃很多要吃 對 是不是要幫女兒嗎 不能待過中午就對了 對 後來就是不過既然 女兒就還是愛到了嘛 爸爸也只能祝福他們囉 那只是說後來婚後其實 因為這對小夫妻 畢竟經濟上還是靠娘家這邊贊助不少 所以這個岳父當然對這個女婿 不是那麼的喜歡 可能常常給她白臉色 那久了其實女婿她自己 壓力也很大 每次要回娘家就壓力很大 對 久了會變惡性循環 對 那後來先生就壓力太大 那變成說她跟太太在一起的時候 她就要展現自己是老大 所以就開始可能就是 就把這個氣出在老婆身上 她覺得我受了你家這麼多窩囊氣 那我跟你在一起的時候 我才是老大 那可能就開始要看她的手機 然後會不准她出門 最讓太太受不了的是 她開始就會動不動就說 你是不是外遇 你是不是有小王 你是不是跟那個誰誰誰在一起這樣 變這麼沒安全感 對 那甚至比如說 太太有時候買比較好的禮物送先生 先生也玻璃心啊 就說你是不是覺得我買不起啊 我自己也可以買 對 就不高興 就變得很難伺候很難相處 對 那最嚴重的有一次 甚至還肢體暴力這樣 對 那所以後來其實我們也協助這個太太 來去申請保護令 那整個處理離婚的過程 其實也就是很難看 所以他們其實從提親開始 就已經不愉快了 真的很不孫啊 後面就沒有孫孫孫 所以我覺得有一些習俗啊 其實可能是真的要很在意 如果對方家庭很在意的話 要先做個功課 還是真的要做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